改期又改期的周杰倫演唱會 過多幾天就開Show啦 Fans真是等到多多場賣 加上周杰倫周董上個月 求最偉大的作品 拿了國際唱片業協會 2022全球十大專輯銷量榜冠軍 成為第一個拿到這個冠軍的華語歌手 可以講起好事連連 但是周董因為這件事被網民立著 還出post串爆一班網民 心情就似乎不是那麼好 原來他時隔六年推出的新專輯 最偉大的作品 但是不是所有粉絲都收貨 甚至有粉絲就批評是最廢的專輯 令周董都忍不住在社交網開post反擊 還說請問如果已經是第一名的人要怎樣變 還hashtag 三年耳班 外婆 飄移這三首經典歌曲 有忠實粉絲就找出這三首歌中的歌詞 原來是回應第一名事件的爭議 有網民就叫他謙虛點 又叫Q之前有藝術天分的周杰倫已經死了 周杰倫立即回應 還是暗時動態鋪了張狗上發文 表示高處不聲寒 常常有在吠 明顯是暗寸一班宣聞是狗亂吠 其實周董之前面對負評都會很高EQ的回應 好像今年一月份他是馬來西亞開Show 面對粉絲負評都會開笑 叫大家只留好的comment 如果有唱都不好的位置 自己都會回去檢討 周董自從2000年出道 就震動整個樂壇 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有好的作品 其實現在提早退休或吃老伴都沒問題 今次網民這麼激進 都是希望周杰倫可以在未來推出更加好的作品 事業再創高峰